大家好我是龙哥哥 在SCP基金会的系列游戏和文档资料中 恐怖雕像不止SCP173大花生 现在我们来盘点下这些恐怖雕像 SCP650下人雕像 它会突然出现在你背后吓你 但没有直接攻击力 SCP596再生主轴雕像 这个青铜雕像碰它的人 身上任何伤口都会迅速愈合 但这个人无法离开雕像 雕像也无法移动 如果另一个人碰了雕像 前面碰雕像的人就会死亡 SCP1575维纳斯雕像 动物喝了这个雕像喷出了泉水 会净化成人类 净化的过程死亡率很高 所以这个雕像也没啥直接的攻击力 SCP011士兵雕像 如果它周围环境不干净 它就会开枪攻击附近的人 一般情况下这个雕像主要攻击 对它拉大便的鸟类 SCP689造石雕像 这个雕像如果你看到了它 但后面不再注视它 它会从原来的位置消失 然后在20秒内 杀死不注视它的人 SCP173大花生 不看它就瞬间扭你脖子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最后一个是SCP784哭泣天使 这个雕像应该是 七大恐怖雕像中 最厉害的一个雕像 因为你不看它 它会把你穿越时空送回过去 最厉害最恐怖的 其实是哭泣天使 大花生并不是SCP中最强的雕像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关注点赞 并在评论区给龙哥哥留言 龙哥哥会翻到你哦